对于乌克兰城市奥德萨的自卫组织成员来说,革命尚未结束。 他们无视拆除基辅士中心路障的命令,表示将继续待在那里,直到确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改革落实为止。 克斯提亚表示,他为了抗争放弃了一切,他不打算回去。 他说,我失去了工作和家人分离,我不是无谓地离开家乡,我是为我的祖国,乌克兰的团结统一而奋斗。 他们从乌克兰各地来到独立广场安营扎寨,设置路障,要求变革。 今年二月抗议活动留下的大堆砖头和轮胎仍然随处可见。 新总统波罗申科本周即将开始执政,与此同时,乌克兰的出一例已经转向在东部地区和亲俄分离分子的战斗。 一些活动人士支持政府与分离分子的斗争,但并不准备离开独立广场。 对他们来说,独立广场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,那就是鲜活的纪念地。 还有一些活动人士希望将广场作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中心。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当保留独立广场。 医学院学生阿尼塔曾经在示威期间帮助受伤的抗议者。 她认为独立广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 现在不需要独立广场了。 如果人们将来需要的话,他们还可以再来。 但是现在我不认为独立广场还有任何作用。 基辅准备朝前走,新市长要求清理独立广场。 但要说服那些,认为应当继续在这里战斗的人离开,还有相当的难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